中共六四屠城25周年刚过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在海外版刊登题为 我可以屠城你不能出声的文章 内容虽然是针对日本政府反对中国 把南京大屠杀等历史档案深移一事 但是让很多网民联想起中共六四镇压屠城 并表示人民日报用词太确切了 中共六四屠城25周年纪念日刚刚过去一周 人民日报6月12号的海外版头版 却刊登一篇题为日本的强盗逻辑 我可以屠城你不能出声的文章 文章痛斥日本不断否认历史拒绝反思历史 原来10号中共把1937年南京大屠杀 和日本强征未安抚的历史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 而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 11号要求中方撤回申请 并且声称感到非常遗憾 人民日报指责日方的表态是强盗逻辑 许多网友把文章中的屠城 与1989年中共六四坦克进京 屠杀天安门抗议学生相联系 并且抨击中共当局 对中国的历史进行封堵和拒绝反思 有网友表示 真不知道这是说日本还是说某党 六四刚过去一个礼拜 这不是在搞寒沙摄影吗 也有网友嘲讽 我可以屠城 你不能出声 我可以强拆 你不能上访 我可以放火 你不能点灯 人民日报不愧为党的第一喉舌 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 这才是独裁政府的强盗逻辑 大陆网络作家金楚表示 六四刚过 人民日报刊出这么一个标题 自然让人联想到 中共25年前的那场大屠杀 用词太确切了 就在一周前的六四25周年 中共不但严控网络 禁止人们在网络上讨论有关六四话题 还大肆拘捕软禁与六四相关的各界人士 同时还动员全民反恐 金楚指出 中共刻意封杀六四信息 希望人们尽快遗忘六四真相 实际上 中共历次运动中屠杀的中国人 相当于几十个南京大屠杀 他质问 是不是六四屠杀 以及文革大跃进等 也要申报世界记忆名录 中国的反诱啊 文革六四啊 这么的丑事 他不敢面对 光是一个文革被打死的人 有资料研究 就是有将近2000万 最惨略的还是 达约静之后的大激发 官方承认是3755万 很多决者们研究 应该不小于5000万 京楚认为 对于历史问题 不论中共当局还是日本政府 都不应选择性遗忘 掩盖真相 1931年9月18号 日本入侵中国 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 这15年间 上千万中国人被杀害 仅1937年南京大屠杀 就有34万中国军民死亡 还有难以计数的中国女性被奸淫 仅饱受蹂躪的中国未安妇 就有数十万人 世界二战结束后 1952年 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介石 与日本签订《华日和平条约》 宣告放弃对日本要求战争赔偿 1972年 毛泽东与日本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 也放弃了对日索赔 1978年 邓小平访日 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合约 以法律条款确定放弃对日索赔 与日自由学者和评论人士王锦忠说 当年日本成立了一个未安妇基金会 专门对受害者进行赔偿 未安妇有一个赔偿基金 韩国人也赔了很多 很多人没有领 中国大部分人不知道 所以那个基金后来还剩了一笔钱 但是基金会它也不可能永远放在那样 就退回去了 香港《苹果日报》指出 在中日关系友好的年代 中国民间对日索偿的行动 被视为破坏两国关系而受到打压 民间对日索偿联合会 更被中共当成镇压对象严加控制